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性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十八课 就是Purposes 海豚这颗书 那么这也是四册中一个重要的文章 咱们首先打开书104页 跟老师先朗读一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104页 动作快些 Now read after me Purpose Purpose Mariner Mariner Shark Formation Formation Dolphin Dolphin Unconscious Unconscious Beaver Beaver Ashore Ashore Waterlogged Waterlogged Set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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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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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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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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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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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ve Ashore Aquip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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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n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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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gnity Sn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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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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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gnity Equilibrium equilibrium but but crack crack 好 这是这颗书的生词后代语 这颗书生词比较多 那么重点词也不少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词 就是海豚这个词 就是本文中标题中 题目中的这个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purpose purpose 但是这个词咱们最好翻译成熟海豚 它跟一般咱们在海洋馆中 看到那种尖鼻子的海豚还不太一样 那种海豚一般叫dolphin 这种叫熟海豚 咱们看长什么样的呢 这就是一个熟海豚的例子 我们大声看图十字 看着图片再读一下 purpose purpose 海豚 那咱们动物园里看到那种 小尖鼻子海豚呢 是这样的 咱们看起来更好看 更亲切这种 我们大声读一下 dolphin dolphin 这一般的这个海豚 我们从侧面再看一看 好 我们看到 上面这个鼻子圆圆的这个是熟海豚 它的体型比一般的海豚小一些 下面那个海豚是普通的dolphin 所以本文中的purpose 严格来说 是属于海豚的一种 就熟海豚 那么我们本文中出现了好多 跟海洋生物相关的这个词汇 咱们放在一块同时看 比方说鲨鱼 我们再读一下 shark shark 大家还记不记得 布满鲨鱼的海豫 还记得吗 布满什么什么讨厌的动物的 有个词根叫infested 咱们叫shark infested waters 到处是鲨鱼的 这个海豫 海豫 水豫 咱们可以用waters 这个词 这是鲨鱼 我们再顺便看 收视图还有一个 也跟海相关 叫海狸 或海狸鼠 B-E-A-V-E-R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beaver beaver 这个海狸鼠的牙齿 特别有名气 厉害 能啃倒大树 所以你看 很多牙膏的广告 海狸先生用它来刷广告 说你用了我的牙膏之后 高露节也能啃倒大树 这beaver是海狸鼠 那么顺便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海洋的 反正都跟海相关 海洋的有两个常见的形容词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词 更通俗一些 大声度下 Marine Marine 是海洋的 你比如说 Marine life 叫海洋生物 这不能翻译成海洋的生命 这个life 表示生物 不可数名字 泛指了 海洋生物 那么Marine mammals 海生的蒲鲁洞 像什么海豚 鲨鱼 海鲨鱼 海豚和鲸鱼 它属于海洋的 Prudung Memo 是Prudung Marine products 海产品 像什么海带 什么海虹 什么海栗子 海瓜子 这是属于海产品 荡荡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海洋的叫Marine 这个词 那么还有一个跟它同根的词 就是水手 海员或者水手 我们大声读一下 注意不要读Mariner 别瞎猜 注意在前面 大声来面 Mariner Mariner 当然用Mariner这个词 表示水手 比较正式 咱们生活中 一般可以叫Sailor 或Seaman 用它表示水手 更通俗一些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Sailor Seaman 也是海洋的 Marine 加R 读中Mariner 水手 表示海洋的还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形容词 生活中用的也特别多 我们分别大声再读一下 Maritime Maritime 这个表示海洋的比较正式 用的搭配也都是用在一些术语 正式固定搭配里面 你比如说 Maritime Museum 海洋博物馆 Maritime Law 海洋法 Maritime Climate 海洋性气候 如果大陆性气候 咱们第十课见过 Continental Climate 就是大陆性气候 这是海洋的 这两个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那我们再看海洋的 看水的 看水的 淡水的 水生的 有个形容词叫Aquatic 这个叫水的或水生的 但这一般是淡水的 青草莲庸 什么乌龟王 生活在这里面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quatic Aquatic 这是水的或者水生的 你比如说Aquatic Sports 水上运动 Aquatic Life 水生生物 这一般是淡水的 淡水鱼 淡水的青蛙等等 在水里的生物 同样Live 表示生物不可处名词 可以这么说 这里面有一个字根 顺便咱们记住 就是Aqua A-Q-U-A Aqua这个字根特别重要 它的意思就表示Water 表示水 这个意思就跟水相关了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几个例子 这是潜水员用的水沸 或者潜水用的呼吸器 这是水再加沸 这个词就行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quatic Aquatic 这是水沸 潜水员用的呼吸器 你看背成背的这个 就是水沸 还有水瓶座 碰巧李老师 就是二月初出生的 我就属于水瓶座 Water说 I am an Aquarius 我是一个水瓶座出生的人 水瓶座出生的人也用它 我们大声读一下 Aquarius 再来一遍 Aquarius A here must be capitalized A必须大写了 这是G可以表示水瓶座这个星座 也能表示任何一个水瓶座出生的人 这个也行 还有 比如说我们本文中用的冲浪板 滑水板 也是水加上大停板 这个词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Aquipane Aquipane 生死中也有这么一个字 还有就是我们家里的水族箱或者水族馆 用这样一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quarium Aquarium 好 那么这个词一般指淡水的 这是水族箱 一般淡水鱼 热带鱼这种可以用它 水族馆或者水族巷 这是跟水相关的 那么还有一个海洋馆 咱们顺便同时记住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quarium Aquarium 海洋馆 你看在一个声词 把这个书多少声词串到一块同时看了 而且你发现这个里面都有一个拼写IUM 这又是个字根 那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IUM在单词目尾一般强调指某个场所 某个场所 你比如说露天的体育场 像鸟巢这种 我们大声读一下 Stadium Stadium 中间是露天的 然后两边有观众席 那体育馆或者健身房呢 也是某个场所吗 我们还是IUM结尾 大声来没 Gymnasium Gymnasium 这是室内的体育馆或者健身房 还有我们的这个礼堂 你看AUDI ODI 但跟德国奥迪车没关系 这个AUDI ODI 表示听跟听相关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礼堂这个词 Auditorium Auditorium 这是不是礼堂 也是某个场所 咱们听报告 听讲座 听音乐会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 跟水相关的词根 顺便就同时记住 就是HYDR 这个词根 就类似于刚才那个EQUA 也是跟水相关的 我们看几个常见 你像Hydrant 这个名词叫消防栓 大楼里为了怕着火的消防栓 我们大声读一下 Hydrant Hydrant 这是消防栓 还有Hydrophobia 这叫孔水症 或者叫狂犬病 HYDR跟水相关 Hydrophobia 表示恐惧症 害怕某个东西这种病 放在一块 孔水症 就是狂犬病了 因为得了狂犬病之后 非常害怕水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Hydrophobia Hydrophobia 这是狂犬病 或孔水症 还有像Dhydrate 这是个动词 DAT表示动词自根 D可以表示Away 使离开 使水离开了 这个动词叫使脱水 我们大声读一下 Dhydrate Dhydrate 是脱水 我们常常说脱水蔬菜 就Dhydrated vegetables Dhydrated vegetables 就是脱水蔬菜 就是我们吃方便面里面有脱水蔬菜 包一泡发起来了 这是跟海豚 什么相关的 一些跟海水 某种地点场合相关的词 放在一块 咱们效率就特别高了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Formation 读一词 它既可以表示事物的形成 或者组成 也可以表示队形阵形 打仗的时候 踢球的时候 这队形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Formation 注意它如果表示形成或者组成 这个意思是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的 如果表示队形或阵形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就是表示队形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 具体某一种队形或阵形 就可数了 都行 我们再读一遍 Formation 咱们先看表示形成或组成 你比如说 The formation of a new government 一个新政府的组成 可以这么说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formation of a children's personalities 孩子性格的形成 形成组成 Formation 不可数名词 可以用它 那么跟它搭配的还有 我们另外一个意思 叫队形或阵形 队形 阵形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比如说 The soldiers advanced in close formation 这个士兵 以密集的阵形在前进 以某个阵形 注意借次可以加in 那么在这儿 当不可数名词来用了 它不是具体的某一个阵形 就是密集阵形 抽象词不可数 再比如说 The team 刚才是打仗 现在是踢球了 这个球队 usually plays in defensive formation 这个球队通常是以防守的阵形 来比赛 可能踢足球 或者说 usually in attacking formation 或者比较正式的 用offensive formation 叫进攻的阵形 attacking offensive 在这不是冒犯的 而是进攻的 offensive formation 比attacking 要更正式一些 我们分别读一下 attacking formation offensive formation 进攻阵形 这前面都是不可数名词 你看前面没有贯词 但你看这是可数的 The team usually plays in a 4-4-2 formation 这个球队一般是以4-4-2的阵形 来比赛 踢足球的 爱看球赛的 可能男同学更了解 4-4-2的阵形 具体的某一个阵形 下面见了 是可数名词 所以可数 不可数都可以 这是形成组成 或者队形阵形 但是Formation 有很多行进词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不可数名词 Information 表示信息或情报 不可数 还有几个类似的 像reformation 叫做改革 或者改良 那么让形状再来一遍 re 可以表示again 再变个形状 改革改良 我们读一下 reformation 我们经常说 economic reformation 经济改革 或者经济体制改革 那么它跟reform 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把ATI O文去掉reform 什么意思 reform一般是可数名词的改革 我们一般用economic reform 但是去掉后面的ATI文 但加上reformation ATI文加上之后 一般多足不可数名词来用 英语 精细的地方特别多 还有 defamation 叫做变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前面那个d可以表示away 离开了 离开正常形状 就我们说走进了 走形了 我们再读一下 defamation defamation 你像defamation of surface 表面的变形 表面的走形 走进了 再比如说 我们这个malformation m-a-l mal表示bad 不好的 形状不好的 是畸形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alformation malformation mal 这词头表示不好的 你想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叫先天性畸形 congenital 是表示先天的 一出生就有的 这个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gin 它本身表示出生的意思 像generate 不产生吗 c1是一起 那么跟出生在一起 就带着来了 就是先天性的 我们读一下这个端语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先天性畸形 一出生 这个人60个脑袋 这是先天性畸形了 可以这么说 还有我们的彻底的改革 改量 就是彻底的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tras 可以表示 从这边到那边 从这边形状 完全变成那个了 就是彻底的改变 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大家来自于彻底的 这个这个改变动词 就transform 大家可能最熟悉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 所以表示什么什么 什么内容 或形式 或观点的彻底改变 我们再读一遍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你比方说 Nixon's visit led to a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 China 尼克松总统的访问 导致了美国对华态度的一个彻底的转变 彻底转变 叫transformation 跟这个形成构成 这个formation可以同时记住 好 这个五星级重点词 咱们给老师就看到这 这也是一个本科书中 比较重点词汇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后边这个 进满水的 泡满的水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waterlogged waterlogged 浸满了水的 泡满了水的 这个就是水淋淋的 都滴的水了 表示特别湿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game was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waterlogged pitch 这个pitch还记得吗 大型的运动场地 尤其只是足球场 咱们在第二课不要伤害蜘蛛见过 football pitch 还记得吗 好 这个比赛被取消了 为什么因为场地里泡满了水了 下了大雨 球都飘起来了 没法踢球了 从水球了 被取消了 跟它类似的 非常湿的泡满水的 有好几个形容词 跟它类似 比如说be soaked be dripping 或者be drenched 一般都跟with搭配 就泡满了某种水 或液体 等等等等 用它 我们把中心形容词先读一下 soaked dripping drenched 都可以表示泡满水的 后面一般都经常跟jitz with搭配 你比方说 I'm soaked with sweat 大汗淋漓 汗出汪洋 整个把衣服都踏湿了 或者I'm dripping I'm drenched 都行 with sweat都可以 就是泡满水的 非常湿的 咱们回顾一下咱们在第四课讲过的几个 潮湿的 有的潮气 有的潮 还没有到低的水这个地步 咱们还记得吗 有moist 有damp 还有一个human 这个区别咱们以前说过 moist 就是潮湿的 我们要的就是潮湿的这个状态 它有不好意思的味道 比如说her moist lips 它的潮湿湿润的嘴唇 显着好看水粮 对吧 那么pass me a moist towel 帝我一条湿毛巾 我要的就是湿的 而这个damp是湿了吧唧的 令人不愉快的这部潮 比如说a cold damp color 一个冰冷潮湿的衣领子 这个才是有贬义思维道 humid是什么 还能记起来吗 空气潮湿的 humid summer nights 潮湿的夏夜 空气中水分比较大 好 这个跟湿相关的这几个搭配 可以同时把它记录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看这个香味 这个大家都很喜欢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saint saint 好这个香味跟美分的这个词 发音是一样的 就把s气调发音一样 这个香味一般多指天然的芬芳 而不是人工合成的 像什么鲜花 什么成熟的水果等等 什么青草 这个芬芳 天然的香味 跟它类似的呢 这上个词都可以 一般都可以表示天然的芬芳 什么鲜花啊 水果啊等等等等 我们把上个词同时读一下 saint perfume perfume 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重音也可以在后面 再来吧 perfume perfume 都算对 再读后面那个芬芳香味 fragrance fragrance 一般多指天然的芬芳 这几个名词在生活中使用时 一般可以替换 你比如说 the scent of rye fruit 成熟果实的芬芳 这个水果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成熟水果的芬芳 还有呢 the perfume of flowers 花朵的香味 花朵的芬芳 再比如说 the fragrance of lilacs lilac 叫丁香 丁香花的芬芳 丁香啊丁香 丁香花的芬芳 总而言之 指天然的芬芳可以用它 甚至女孩子身上的体香也能用它 据说 女孩子如果没有跟男人接触过 就是处女 天然身上会有一股芬芳 但你发现那些妓女 就必须喷香水 她身上是臭的 非常难闻的 吃上一顿 你看 当时1992年 有一个获奖的大片 叫《闻香食女人》 你看这个标题是这样的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Saint of a woman 女人的芬芳 天然的芬芳 也可用它 这是指芬芳香味 那么还有 我们看到 fragrance 表示芬芳 它的形容词 香的 芬芳的 我们生活中也常见 你像北京的香山 就用这个词 把刚才名词的C去调 换成字母T 我们大声地加 fragrant the fragrant hills 就北京的香山 什么独乐寺在这个地方 对吧 芬芳的香味 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 也是指香味 但是这个一般都指什么食品 什么饮料 什么鸡汤 什么茶 咖啡 这种芬芳 而不是天然的芬芳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roma aroma 食品 饮料 咖啡 鸡汤 猪肉 做熟了的肉 肘子 这种香味 我们比如说 the aroma of hot coffee 热咖啡的浓香 热咖啡的芬芳 这是人工做成的食物饮料的芬芳 这个也好记 为什么 aroma 这是中国人更好记了 比如我们放学回家 哎呀 饿死了 对吧 一进门提闭的 怎么这么香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香 不得了了 赶紧顺着香味 找找找找 进厨房了 打开盖 妈妈在炉子上做了一锅 打盖一看 aroma aroma 食品饮料的芬芳 这就好记了 就是aroma 就这么一个 还有smell 表示鼻子能闻到的各种味道都可以 我们再读一下 smell smell 我们有个常见搭配叫funny smell 叫做怪味 这个funny不能翻成好玩的 并不是好笑的 而是怪的 一股怪味 there is a funny smell in the air 空中有这股怪味 还有一个 它的同根词 形容词smelly 但这个词得翻成恶臭的 非常臭的 难闻的 形容词读一下 smelly smelly 你想 he smelly feet 它的臭脚 然后夏天踢走球 然后一个月不洗脚 在鞋里还放着六条臭 臭咸带鱼 再泡着四块臭豆腐 这个臭 这个脚没法闻了 臭脚 可以这么说 还有我们 older也是表示空中飘散的味道 但是这个一般表示浓的味道 表示浓烈的一种气味 我们大声读一下 older O用味是英式品写 O2是美式品写 英文人都是old 美国就是older 像body odor 就是体味 身体上有味 就是体味 可以这么说 这是比较气味浓烈的味道 还有olderless 就是无味的 空中飘散的气味 没有味 无色 无味 无味的 就是odorless 你看我们描述 carbon monoxide 咱们叫一氧化碳 你看我说 carbon monoxide is a colorless odorless anoxious gas 一氧化碳 是一种无色 无味 有毒的气体 无色的叫colorless 无味的odorless 都是我们的美式品写 英式品写 通通把o2混成ou2 anoxious 有毒的一种气体 这是没有气味的 可以用它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随之发声 婴儿发声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下 ensue ensue 随之发声 婴儿发声 这个其实在新概念三册 我们就讲过这个重点词 这个词记住搭配 咱们看一个例子 通过例句集搭配 你看这么说 I objected what he had just said and the heated argument ensued 我反对 他刚才说的话 并且一场激烈的争执 随之发声了 如果跟着什么后面发声了 如果嘉宾语 得相加解释是from ensue from something 跟在什么后面 随之发声 ensued from it 跟在这个反对之后 两个人争执起来了 人人都没有涵养 那么随之发声 有跟他类似的表达 我们用动词断语更通俗了 come after something come after something 类似于刚才 ensued from something 当然这个就通俗一些 也是随之发声 跟在后面 因而发声 比如说 the Napoleonic wars came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在美国大革命之后 拿破仑战争随之发声了 这个可以换成insued from 随之发声 随之发声 因而发声 Napoleon 是拿破仑 Napoleonic 就拿破仑的 当然形容词来就好了 拿破仑战争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 随之发声了 还有一个随之发声 因而发声 叫in the wake of something 这也是在阅读中常见的 in the wake of something 随之发声 因而发声了 好像被这个东西吵醒了之后 原来他一闹哼 我醒了 所以这个事也发声了 我们看例子 in the wake of Thailand's economic troubles Malaysia's currency also sank 在泰国的经济困境之后 马来西亚的货币也贬值了 暴贬了 整个沉没了 大幅贬值 在什么什么之后 某事发声了 in the wake of something 也可以记住 好像被前面这个东西 把后面的东西也吵醒了 非常好记 那么还有一个 就两件事伴随出现 一个发声 另外一个就伴随出现了 就go hand in hand with 字面意思是手拉手 我一团出现 他跟我拉了手一块出来了 某两件事情伴随出现 你比如说 Wealth often goes hand in hand with power 财富 我们以权力伴随出现 有钱了 就容易得到权力 有权力 钱来得快了 就是财富和权力帮忙伴随出现 还有一个叫两件事 碰巧同时发生了 这个叫coincide with coincide with 是余某事 碰巧同时发生了 对吧 我们看例子 his arrival coincided with my departure 他来的时候 我刚好要走 这是书面语了 字面意思是他知道来 恰逢我之离去 这个太拽了 咱们名词在中文中用动词翻译 他来的时候 我正要走 咱们这是无灵主义了 用事物做主义 咱们换成人称主义 把名词换动词 他来的时候 我刚好要走 这两件事碰巧同时发生了 这是随时发生 应日发生相关的词汇 咱们把它同时记住 好 这个词我们跟老师看到这儿 好 下一个单词 咱们来看一看 引起某人的兴趣 激起了好奇心 这个词跟老师大声读下来 intrigue 激起了某人的好奇心 注意极无动词 咱们看看英文解释 around somebody's interest or curiosity usually because something is unusual around 是激起某人的感情 激起了某人的兴趣和好奇心 尤其因为一个不同寻常的 这事跟一般的东西不一样 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what you say intrigues me tell me more 你说的话让我很感兴趣 跟我再讲一讲 到底怎么回事 你看 因为语中不同的东西 而引起了某人的好奇心 可以这么说 跟它类似的好几个 比如说interest somebody interest可以当急无动词来用 就要吸引某人的兴趣 可以用它 还可以用appeal to somebody 也是吸引了某人 也可以用他 appeal to加人 或者干脆只用arouse跟编语 arouse wants interest arouse wants curiosity 都行 但是记住不要读 arouse 舌头要勾回来 不是汉语拼那个 不是arouse 是往回勾指向喉了 arouse arouse 这个发音 arouse wants interest arouse wants curiosity 激起了某人的好奇心 或者激起某人兴趣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这是 这我们看到intrig 第一个意思可以表示 这个 激起了兴趣和好奇心 它的另外一个含义 表示于某人搞阴谋 于某人搞阴谋 就是策划阴谋 阴谋 阴谋诡计 表示这个动词的含义 它是不急无动词 记住搭配 它搭配叫intrig with somebody against somebody 这个通过借词都能判断含义了 对吧 就与某人耍阴谋来对付另外一个人 跟这个人耍阴谋诡计来对付后面这个人 叫intrig with somebody against somebody 你比如说 he was intriguing with the barons against the king 他正在跟这些男爵们耍阴谋诡计来暗算 来想陷害这位国王 这个baron 公侯博子男的最后一个最低等级男爵 与他们正在密谋要对付伤害这个国王 这是用它当动词来用 它的名词形式咱们在三册就见过 就是阴谋诡计 跟动词发音拼写是一样的 我们大声动一下intrigue 注意动词动中intrigue 但这标准的明前动后 名词重音在前 动词重音在后 下来遍 intrigue intrigue 它的同一词就用计划或者是阴谋 这个多一词 我们再读一下 scheme 注意要着话 不要读scheme 再来遍 scheme scheme 经常两词连用 叫schemes and intrigues 就什么说的 阴谋诡计 阴谋就是诡计 诡计就是阴谋 对吧 你比如说 咱们看过的句子三册里讲过 all the imperialist schemes and intrigues are doomed to failure 这在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三册三十六个讲过这句话 所有那些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注定会失败 bedoom 叫注定 要交厄运 注定会倒霉 to 表示这状态 to fail 会失败 imperialist 叫帝国主义的 或者做名词 就是帝国主义者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imperialist imperialist 所有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注定会失败 这是intrigue 这个词记住 做动词 第一个意思表示 吸引某人的兴趣和好奇心 极无动词 第二个表示 与某人耍阴谋 intrigue with somebody again somebody 做名词 就是阴谋诡计 跟scheme连用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看看这个用力推猛推 我们大声读一下 shave 注意不要读shave 这个到V字 在梅语中 跟到E字 把字母译倒过来 翻译一样 都是把呃呃 不要读啊 不要张嘴是呃呃 嘴分开 再来变 shave shave 不要读shave 不是啊 是呃 shave 用力的猛推 就是to push roughly 非常用力的 粗鲁的去推某人 他经常跟push 一块连用 push and shove 就是中文说的 推推想想 推就是想 想就是推 你比如说 Everyone was pushing and shoving all the way to the gate 大家都每个人 推推想想的 一直到了大门口 可能屋子里着火了 大家都要往往跑 推推想想的 push and shove all the way 咱们说过去 一直是怎么样 大家推推想想的 一直到了大门口 就是用力在推 用push 这一般指 这个人 这个动作 但是本文中 讲动物讲的多 本文中又出现了一个 动物用头或鸡脚来顶某人 这是生死中有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but but 跟表示但是那个词 发音是一样的 它表示动物用头或者是脚 头上的鸡脚来顶某人 你比如说 the goat butted him in the stomach 这头上羊 一头顶到了他的肚子上 就叫in the stomach 肚子软的 一顶顶进去了 并不是把肚子顶破了 打在软的地方 用in 软的就进去了 这个stomach 也可以使用stomach 胃口或者肚子 都行 一头顶到肚子上 可以这么说 这是用头和鸡脚在用力顶 咱们动物的动作很多 还有一个用牙用力的撕咬 用牙在咬 在啃 咱们有个叫no 这个词 咱们讲过13克探学石油 讲过用牙齿 啃出一个洞来 用这个词 大声都叫g不发音的 no no 这个no 可以加冰语 也可以加气词at 再加冰语 都行 你比如说 a rat is gnawing at a cable cable 就电缆或光缆了 一只老鼠正在啃 这个电缆正在啃光缆 后面加不加这些词at 都算对 这是no 还有动物的动作 三测第十一课讲 跳起来并且扑住 空中跳起来 俯冲 扑住某个东西 大声都叫pounce pounce 后面讲on 你听声音 pounce 半圆形的 跳起来扑住它 pounce 比如说 the tiger pounced on the goat 这个老虎 跳起来扑住了这只山羊 这弹跳的动作 跳起来 空中在扑住它 那么我们三测第十一课 这个 这个 在郭海关那刻书咱们讲过 那个海关官员也做了类似动作 he had spotted a tiny bottle at a button of my case and he pounced on it with delight 他在我的箱子底下发现了一个 看到了小不丁点的一个小瓶 被他高兴的一下子扑了上去 恶虎扑是 这要纳水 你没有申报信口税 这三测第十一课 是否有罪 not guilty 并非有罪 那是咱们讲过的 本文中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swoop 后面也是讲 这是从空中 从上到下俯冲下来 尤其是指什么 老虎从山上蹦了下来 鹰从空中俯冲下来 pounce原地这么蹦起来 swoop是上面 以上是下 woo 你听的声音 woo swoop 你看这个发音跟含义像 那个pounce 一听就半圆形的 这个swoop 一听就往下坠落的声音 我们再读一下 swoop swoop 你比如说 we saw the hawk swoop on his prey 我们看到这只鹰 一下子扑住了它的猎物 这prey叫猎物 未来我们在舌读那棵树也会碰到 我们看到这头鹰 扑住了它的猎物 这个hawk 就是鹰了 跟一个类似的一种 这样一种鹰 扑住了它的猎物 这是人用力的推散 还有动物相关的几个动作 很多都是本科书中生词 咱们放在一块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平衡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equilibrium equilibrium 叫做平衡 这个词表示平衡 咱们得既搭配 它比那个balance 要庄严正式的多 但是这个词的既搭配 要不然都不会用 首先 比in equilibrium 处于平衡状态 跟GCIN搭配 这个比较常见 例如说 For the economy to be equilibrium Income must equal expenditure 为了使经济处于平衡状态 收入必须等于支出 收之相抵 这是经济处于平衡状态 既不会有亏欠 也不会有盈余 这个for to do 这是为了使某人某物如何如何 这个结构 咱们在第16课当代城市讲过 为了使一个人或更多人赢得最大的钱 这个to do 动词不定式 for 后面的名字引出动词不定式的逻辑主义 让什么处在平衡 为了使经济处于平衡状态 这个收入必须等于支出 equal 当动词来用 这是处于平衡状态 还有叫upset the equilibrium 叫打破了平衡 打破了平衡 upset 打翻的意思 打翻了苹果车 打翻了 这是打破了平衡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叫恢复了平衡 就是restore 或recover equilibrium 打破了 方法是特质的平衡 恢复平衡 方法是抽象的含义 所以restore recover 跟equilibrium 就恢复了平衡 叫做固定搭配 还有一个叫内心的平衡 咱们叫inner equilibrium 内心的平衡 比如说看例子 yuga is said to restore one's inner equilibrium be said to 表示据说会怎么样 yuga就是咱们中文说的瑜伽 这个瑜伽怎么样 据说能够恢复人们内心的平衡 yuga是这么说 本来这个叫瑜伽 瑜伽势力论 后来中国人呢 字给写错了 写成瑜伽了 后来这个英语中 有从中文印语过 yuga 其实本来叫瑜伽 是这么一个 瑜伽呢 据说能恢复人内心的平衡 可以这么说 跟它同一词 可以经常替换 就是balance 这个它有自己一些特色搭配 你像balance strike a balance 就达到了平衡 达到了一个平衡 upset the balance 也是打破了平衡 这个strike是达成了 打造出达成了一个平衡 达到了平衡 这是打破平衡 达到了一个平衡 是不特质的 打破了慢慢是现有的平衡 是特质的 我们看例子 we must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roughly spending and penny pinching 我们必须在鲁莽花钱 和这个扣扣说说 这个吝啬之间 达到一个平衡 哪面都不能太靠近 太大手大脚不对 但太扣门的也不对 就strike a balance 达到一个平衡 reckless 鲁莽的不及后果的 这么说 pining pinching就是吝啬 pining就是辨识 p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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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手捏住 紧紧攥住 你看pinch pinch 每一个辨识都钻住 这是吝啬的意思 必须在这两种之间 达到一个平衡 strike a balance 这么来说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平衡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我们再看打破平衡 these creatures have upset the delicate ecological balance in the lake 所以这些生物啊 打破了这个湖泊中微妙的生态平衡 你看这个固定搭配都够背起来了 打破平衡动作为 upset 微妙的叫delicate 精细的 微细的 微妙的 ecological 就是生态的 它来自生态学 ecology ecological balance 就是生态平衡 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它的形式形式用的很多 就平衡的 平衡的 我们直接大声度下 balanced balanced 平衡的 我们都追求lead a balanced life 过一个平衡的生活 就是事业也不能太看重 家庭也不能过分的去把精力都放在这 我们需要平衡 兼顾事业和家庭 事业发展 家庭同时也能关注 对吧 还有我们说 symmetry 这个名词叫对称 它跟平衡一些类似 有点类似 我们大声度一下 symmetry symmetry 就对称 你不是说 the symmetry of her features 大家注意这个features 如果指人的features 这个不能指特征特点了 人的特征一般用characteristic 这个词 那么feature指人的话 一般是人的五官 人样子 说白了就是人的 眉目鼻口耳 这是人的features 这个女孩子怎么样 五官端正 五官匀称 好看 左背一只耳朵 右边还有一只 左背一个鼻子眼 右边还有一个鼻子眼 什么废话 就长得特别匀称 两边一模一样 五官端正 那么它的形容词叫symmetric 或者symmetrical 意思一样 叫对称的 对称的 我们大声度一下symmetric symmetrical 是对称的 你比如说 the symmetric petals or the symmetrical petals 对称的小花瓣 petal 是指花瓣的意思 对称的花瓣 这个不是对称了 匀称了 这叫和谐 我们大声度一下 harmony harmony 这个类似 我们可以同时几种 你比如说 racial harmony 种族和谐 各个人种融洽相处 domestic harmony 家庭和谐 什么亲戚朋友 种里面不打架 家庭和谐 我们比如说 we hope we can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和谐融洽的住在一块 和谐地融洽地 叫do something in harmony 再前面加其次 in 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和谐的 那么会非常好记 把那个y去掉 i o u s 加形容词字 注音后遗 大声度下 harmonious harmonious 和谐的 经常说 我们来建立建设和谐社会 就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这在我们写作中经常用 建立建设和谐社会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我们叫做相容的兼容的 两个人可以共容 或者两个程序在一块可以运行 就是相容的或兼容的 大声度下 compatible compatible 再快点这个t会轻轻着化 compatible compatible 变成compatible 中间着化了 在里面 compatible compatible 叫共容的 共存的 或兼容的 比如说 the couple divorced because they were not compatible 这个夫妇因为不和 所以闹离婚了 这个两个人不能相容 不共戴天了 那为什么当时又结婚呢 结婚的时候两个人挺好的 黄永玉说过 这个婚姻 往往离婚的婚姻 三个步骤 就是相亲 可亲 然后可忍 最后可恨 谈恋的时候可亲 结婚以后可忍 回来矛盾 尖锐之后可恨 最后离婚了 所以这个夫妇 因为他们不和 所以她离婚了 与什么什么相容 可以用be compatible 加with 你看 the software isn't compatible with older operating systems operating system 就是咱们电脑的操作系统 这个软件 如果跟旧版本的操作系统 不能兼容 兼容的也是用compatible be compatible 注意跟这次with搭配就好了 好 18课重点词特别多 老师讲完之后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把搭配 甚至好多漂亮的例句背起来 才不枉黎老师讲这么一遭 好 18课的生词端语跟老师就学到这儿